昨天输球的杨基队今天马上就希望在第一局就取得领先 内野的防守圈并没有缩小 摆的是双杀守备的正式 寄望的是打内野的滚地球 我们再来看一遍 Brad Penny刚刚下球来接这个球 走的路线就不太对 这个偏高的球并没有进来 是一个坏球 两坏球没好球了 记录上也给了Erique Wilson一个内野的安打 场边做板凳的Soreano 这个滋味真的是会不太好受 今天是拉拉队 没有办法上场 这个球打成了个飞球 应该是够深远了 右外手向中间来移动 Cabrera接杀 这个球回传到粉垒吗 如果传得太高的话 一垒上的跑者还有机会上二垒 不过还好并没有传得那么高 三垒上的跑者是不来得分 Bernie Williams的高飞牺牲打 使得这场比赛 杨基队在出现第一个出局者的情况下 就一分领先了 这跟Gang1的第一场比赛 一局上败是非常类似的 这球传得是伸得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还好一垒上的跑者并没有趁机上二垒 凯尼应该跑到本垒后方去做补位 他跑到三垒跟本垒之间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这名选手在防守方面真的需要来检讨 刚刚下球来守那个内野的短打球 守得不理想 那这个外野的高飞球他补位也补错的位置 现在是松紧休息 上来打击 一比零杨基队的领先 一出局 跑者还有再一垒 是Wilson 这个Swing打成了一个插棒界外 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这是两队今天的第四棒的比较 29岁的松紧休息 对上了20岁的Cabrera 他们都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结果都是第一次就担任了Cling Up的Hater 也就是第四棒的责任棒 当然对松紧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Rookie 在日本已经打了十年独卖巨人队 这个一军的选手 三度拿下中央联盟的MVP 最有价值的选手 但是他到了美国来打球 还是第一年 还是算Rookie 那对20岁的Cabrera来说 那真的是大联盟的第一招 哇 100英里的快速球 这个一开始的快速球 是标得非常的凶 但问题是你要投得进好球带 以往 Brad Penny对于他的球速就非常介意 常常使命的标球速而忘记了他的控球 而且忘记他来配球 所以伊van Robinson上去提醒了Brad Penny几句以后 看看现在配球跟投球的策略会不会有些改变 走了 这球打成了内野的滚地球 还好一蕾跑者先走 否则这是标准的双杀打 在一蕾前松井秀琪遭到了自杀 先跑的Wilson则是顺利站上得分位置二蕾 我现在是两出局了 Joe Torrey在场上的调兵潜将 真的是没有话讲 适时的一个打跑战术 避免了一个内野滚地球的双杀 就是刚刚一系列对松井秀琪的投球 一好两坏之后 这个偏高的球打成一个内野的滚地 Ohe Posada现在上场打击 又是一个左右开弓的打者 第一球走外侧进内野的好球 David Wells现在一个人躲在这个角落里面 准备要一局下半 准备上场单人先发 这个变化球打成了一蕾边线的界外 再进一个好球 两好球没有坏球 季后赛的15场比赛只有两成一八的打击率 一支全力打7分打点 他在球机当中也有30支全力打 101分打点 两出局 两好球没有坏球 二类上有跑子 这个高球有没有出棒 出棒了遭到三阵出局 也结束了一局上半阳机队的进攻 不过阳机队靠的两次单打 以及对手